不过各位观众 台风山陀娥登陆高雄小港 带来强风豪雨 古山区美术馆 即上次开明台风后再度淹水 包括美术北三路靠马卡路一带 严重淹水 所幸目前没有民众受困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从至高点往下看 雨水夹脏黄色泥流 就快要淹没整片道路 树木倒得倒歪得歪 宛如被洪水袭击 民众惊呼山陀娥威力太强 美术馆附近已经开始淹水 大家状况都还好吗 另一头住宅区路面水流 更随着强劲风势产生波纹 还有不明物体在水面上漂浮 住户外出回家赶紧往大楼跑 就怕遭受波及 骑贤路也是灾情惨重 白色轿车不会风雨 直至往前开 开到中间赶紧沙艇进退两难 网友惊呼把轿车当水上摩托车开 开到后面整条路都淹水 根本动弹不得 也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 待在家里旁财 以上最新直播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